曾经,玩家们对这位创作者充满了信任和期待 他总是给人正能量满满的感觉,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创作者的形象逐渐崩塌 他开始经常撒谎,言行举止也变得负面消极 面对这样的情况,玩家们还会继续支持他吗?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拥有400万订阅者的Boogie2988,以其出众的肥胖体型而闻名 他善用这一被人嘲笑的体型,制作出各种高品质的娱乐和聊天影片 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然而,他的名声却突然发生了转折 不仅失去了大量的粉丝,还引发了社群的愤怒 究竟是什么原因,毁了Boogie的大好前程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Boogie2988这个传奇YouTuber的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记得咯 而说到了速度 穿梭中每小时能跑出767英里光速的蓝色刺猬 也把玩家送回了90年代 让玩家体验2D横向平台跳跃的最初感动 索尼克超级巨星,让玩家以3D的精致画面来到了北极星群岛 跟伙伴们一起为群岛的和平而战 只不过这次索尼克一行人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 面临了弹头博士,联手猎手方哥和特离谱的三重威胁 到底索尼克和伙伴们将会如何解决这一次的困难呢? 就得由玩家们来自己决定 因为玩家机密将要送出索尼克超级巨星的游戏啦 玩家只需要按赞订阅GamerSecret玩家机密的脸书和YouTube 并把这部影片分享到脸书上 在贴文写下为何你会喜欢玩家机密 以及HashtagGamerSecretGiveaway 将贴文设置成公开且标记玩家机密的脸书账号 再将贴文的链接私信至玩家机密的脸书专页 就有机会获得Steam的索尼克超级巨星啦 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 就记得密切关注玩家机密的新影片咯 Steam J. Williams aka Boogie2988 1974年7月24号出生于美国维基尼亚州的阿宾登 他从小就患有肥胖症 并在2006年开始在YouTube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 他的早期影片主要以分享个人日常和游戏评论为主 还推出许多书带子题材的搞笑影片 或用自己的身形做出搞笑影片 得到观众们的真面反馈而闻名 他之后扮演带有口音的自创角色Francis 也得到了粉丝们的欢迎 表示角色的设计相当有趣 而且看得出Boogie也乐在其中 通过荧幕都能感受到快乐的传递 很快就成为了他的标志性角色 此外Boogie也时不时发布正能量的影片 不只启发了某些观众 更是带给他们心灵的资助 也就是这样憨厚又有趣的人设 得到了许多网友们的喜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 Boogie的频道日度蒸蒸日上 人生也越来越好 经过漫长的努力 在2013年的时候 Boogie冲破了百万订阅大关 更是宣布结婚喜讯 许多粉丝也献上祝福 庆祝着帮助许多人 度过人生上下波的暖心胖子 在2016年的时候 Boogie分享了事业上的成功 预计在2019年 从YouTube事业中赚到第一个100万美金 之后更是在2017年表示 打算做胃绕道手术 让自己减重 吃得更健康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手术就是Boogie陨落的开始 手术之后的一年 Boogie与他的老婆做出了离婚的决定 他在节目上表示 手术之后让他失去了食欲 导致他脾气变得暴躁 难以控制 面对时常失控的Boogie 他的老婆决定与他分居 后来也慢慢开始讨论起了离婚的决定 Boogie也尊重了老婆的选择 两人各奔前程 开始新的生活 粉丝们也支持了他的决定 希望手术后的Boogie 可以在健康上得到快乐 正面面对人生 或许是离婚的打击 对Boogie来说太大了 他说自己开始被许多不好的想法缠绕 甚至在影片中表示 自己有焦虑症 粉丝们理解离婚的痛苦 表示知识 并给予建议 希望帮助他渡过难关 但是在之后的影片与推特中 Boogie常常都与观众们 分享着自己的痛苦 甚至发文表示 自己有了想结束生命的想法 这也让许多人都无法接受 自己必须去承受 Boogie所散发出来的负面能量 这也导致网络上开始有人出来批评 Boogie散发负能量的行为 并对此感到不可领域 从离婚开始后 Boogie的性格好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开始闹出许多受到争议与口出恶言的事件 在直播上 对于为父母离婚的陌生路人 开玩笑地精心吐槽 万字牌卖给朋友 以逃避官方收据 以避开税务的发言 也曾发表过种族歧视 反对同性结婚 以及带有性别歧视的说辞 都引起了社群的反弹 讽刺的是 这与他在早期影片中 对同性恋的想法完全相反 可谓吃长嘴巴 最可怕的是 他还说出令人觉得不可理喻的资讯 透露他可能有虐待倾向 会像他的父母过去虐待自己一样 虐待小孩 所以这是他不要小孩的原因 令人细思极恐 种种的说辞 都让他与大众的认知出现差距 他在离婚后 曾经交往的对象 Lucy Forbes也指出 他私下并不是观众们 表面上认识的样子 Lucy透露 他本来是Boogie的粉丝 于是决定与他交往并同居 结果交往之后的每一天 Lucy都遭到他辱骂 他还经常花钱 下海买特别服务 让他感到自己不被尊重 另外 他还要求Lucy 不要向外发布私生活的事情 忍无可忍的Lucy 也决定公开发表 Boogie的另外一面 让大家认识真正的Boogie 最后 他也用国际手势 祝福Boogie未来的日子 网友们看到这影片后 表示慢慢对他改观 虽然面对女孩的指控 还是有人站在Boogie的阵营 认为 Boogie因为自责 而想要骂走女孩来保护她 尝试让她放弃她 并开始更好的人生 但是不管怎么样 女孩的发言 无疑是对Boogie的形象 带来影响 在粉丝心中 也开始产生动摇 即使网友们想要相信Boogie 但他也开始做出极端的行为 例如在直播上 直接开放讨论敏感话题 让看到这一幕的观众 觉得受到心灵伤害 非常辣眼 而这只是他争议行为的一小部分 有网友更是整理了一篇 超过千字的文稿 来细数Boogie的追证 形象开始动摇后 一定会有网友 前来干扰 或指责Boogie的行为 面对负面评论 他表现得非常敏感 不能忍受任何人对他的批评 只要有机会 Boogie就会反击 或反驳批评他的人 不管是在推特 还是YouTube上 他都会极力反驳或解释 当然 这对发生了许多不好的传言 和事迹的他 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正面反响 引起了两面观众的关注 从下面的留言也可以看到 有人觉得Boogie有心理病 勇敢地公开讨论这件事 是值得尊敬的 也有人表示 Boogie做作 拿着心理病作为盾牌 掩饰成受害者 不相信Boogie在影片中的发言 传出不好的评价后 网友们也调查 并指证了他发布不确实 以及耐人寻味的发言 不仅遭他的粉丝 对他的信任 还得罪了其他人 像是Boogie指证过 他被亲戚性骚扰 被母亲拿到刺伤 被父亲虐待等等的事情 当然 网友没有以为相信他 而是找了Boogie的亲戚求证 最后也确实 被亲戚反驳了一切的说法 之后 这些网友向Boogie求证的时候 他却要求网友不要骚扰他的亲戚 因为网友的干扰 让他刚刚花了一小时开导亲戚 表示他的亲戚因为这样 回想起不好的过去 而心灵受创 之后也指控了Sam & Talkie的成员 人肉搜索他的地址 并让警察来他的家干扰他 Sam & Talkie的成员 为了澄清自己 也给出了证据表示 没有警察或任何人 去他的家骚扰他 警方也表示 他们不会因为随便的来电 就发动武力去调查 这让网友们纷纷质问 Boogie嫁祸别人的发言 Boogie也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先不管事件的真伪 但来来去去被指证作家的谎言 慢慢也让社群觉得 Boogie是在利用同情心 与谎言操控着粉丝 宣示自己是受害者的形象 来换取关注与同情 而真正关心他的粉丝 也在之后的健康饮食事件中 发现Boogie作家 当时 Boogie为了要有更好的形象 发文表示要控制饮食 但也无数次的以失败告终 反反复复的减重与真肥 让观众觉得 他只是在引发讨论度 并没有真心想要减肥 影片中也时常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更是排到了许多的汽水控罐 这让有些观众 对他实验的行为感到反感 上述事件 让Boogie的心愈 受到了社群的动摇 他口无遮拦的习惯 也引起了社群的愤怒 在2014年的时候 一名叫Total Biscuit的YouTuber 不幸得了癌症 当时 Boogie还曾经为Total Biscuit发生 称赞他勇敢面对病魔的行为 值得大家的尊敬 当情况恶化的时候 他也在影片中 发表自己 为他感到伤心 还表示 他会捐款到相关机构 帮助面对癌症的患者 但在Total Biscuit的抗癌旅途中 他最终于2018年不幸去世 Boogie在调念文中表示 对有人的失去 但也提到了Total Biscuit 曾经在事业上背叛他的事情 这也让某些人觉得 Boogie并没有尊敬他的不幸 反而还要随便 数落一下他人的过去 令人折舌 此外 另外一名知名的YouTuber Ethan 因为身体的问题 需要去做手术 Boogie发文祝福Ethan时 里面有 我知道有很多人 不喜欢你的字样 这样的发文 让Ethan感到不开心 虽然Boogie之后 发布了道歉影片 但Ethan 依然没有原谅他 两人的友好关系 也因此破裂 Boogie甚至在推特上 侮辱Ethan 这让网友觉得他很幼稚 Boogie之前 含后的人设 也因此在大众面前 被他自己给毁掉了 这样的人设 也引起了其他网红的注意 一名名叫 Frank Hassel的YouTuber 也开始骚扰起了Boogie Frank在直播上 对Boogie进行挑衅 并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自己就在Boogie家附近 而Boogie也在直播上 威胁Frank 表示 如果Frank进入他的私人领域 他将会开枪自暴 不久之后 Frank真的上门挑衅Boogie 而Boogie也真的开枪警告Frank 这起事件 导致两人被警方逮捕 Boogie被判缓刑 而Frank则被判罚款 也被社群制作成了迷因 在网上流传了一阵子 2019年 Boogie在影片中表示 他买了一辆Tesla 并大胆地要求粉丝 捐款帮助他购买 这样的发言 没有得到粉丝的正面反应 反而还觉得 Boogie没本事买 为什么还要去买它 更是有观众调侃说 像他这样的人 即使赢得彩票 也会在一年之内破产 讽刺的是 这位观众的预言 还真的成真了 在2021年1月时 Boogie在影片中透露 他私下投资加密货币 并获得了一笔 足以让他即使停止工作 也可以维持生活10年的财富 然而 在2022年10月的时候 Boogie就发布了一部 我需要帮助的影片 表示 他的加密货币投资失败了 现在需要大家的帮助 来弥补经济空洞 他甚至开了OnlyFans账号 想要让粉丝们订阅 来赚取外快 不久之后 他也分享了 他每月高达6000美元的开销 表示自己无法承担 每月的开销 并要求粉丝们 购买衣服和加入会员等等 来帮助他解决经济问题 粉丝们对他的发言 并不感到同情 反而留言表示 他的每月开销 比普通人高得多 应该同情的是 那些给他钱的人 之后的影片中 有网友指出 Buggy承认 花了10万美元 领养了一个干女儿 他们还表示 他家中有许多 价值上千美元的街机 游戏卡牌和游戏周边等 面对Buggy挥霍金钱 却又要求帮助的行为 观众们讽刺他 应该认真工作 尝试解决问题 而不是向粉丝乞讨 以上种种的问题 再加上Buggy 持续地在社交媒体上 不停轰炸各种负面情绪 最终也让许多观众慢慢离开了Buggy 而他的频道流量 也有着明显的下降 那到底现在的他 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2023年4月 Kimstar在推特上宣布 Buggy和Wing of Redemption 这两位体型肥胖 常被网友调侃的YouTuber 将会进行一场 超重量级拳击比赛 之后 他们也发布了许多训练拳击的影片 观众对Buggy尝试新鲜式的态度 感到有些支持和改观 希望这标志着一个新的Buggy 5月14日 比赛的钟声响起 两人在观众面前 上演了一场全所未有的拳击比赛 结果出人意料 Buggy被Wing of Redemption打得一面倒 裁判在第二回合就叫停了比赛 全部Wing of Redemption 与TKO的方式 击败了Buggy 事后 Buggy表示他不满裁判 叫停比赛的决定 然而 大多数网友却认为 裁判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 无论输赢 Buggy在这场比赛中 都获得了一些名气和人气 他的名气也略有上升 一段时间后 Buggy也宣布 他和女友Daisy K. Wolf同居 由于两人年龄相差20岁 有人表示祝福 也有人感到不满 甚至有人认为 女孩只是为了Buggy的钱 才和他交往 还有人讽刺Buggy变好了 发布了一段 自己和孙女玩耍的影片 然而Buggy的频道 现在经常发布两人约会的甜蜜影片 让人羡慕 无论如何 Buggy现在依然在YouTube圈里活跃 虽然他的名气和人气不如以前 但他最近一直在尝试新的生活 他卖掉了自己的收藏品 继续发布观众喜欢的 Francis角色搞笑影片 且还推出了自传影片 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希望 这真的是Buggy改国之心的开始 回到那一个令大家青睐的胖子 再次成为大家的心理支柱 带给大家温暖与欢笑 而不是继续的说谎 散发负面能量 那么今天的影片 到这里就结束啦 不知道玩家们 对于Buggy2988 这个创作者 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们又是否会讨厌 在网路上散发负面能量的创作者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